《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今個星期一的熱浪逼人 今天真的很熱 不單止我們天氣熱 我們剛才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前 跟幾位嘉賓談的時候也很生氣 我聽到他們的憤怒 聽到他們的被欺凌我都很不相信 我們分開兩節的節目 上半節就跟幾位在深水埗區地鋪業主 被市建局地政署欺凌 逐個逐個說給我們知道他們的苦在哪裏 下半節我們也有另外三位朋友 就是樓上的住戶的業主 看看他們有什麼情況 是很不滿意的 首先我介紹 右邊是李太 這邊是陳先生 在我旁邊的是馮小姐 三位都是地鋪的業主 首先聽聽李太 你的鋪有多大 我的鋪地上是1100多呎 是的 我樓上有700多呎 這個鋪不是潛建的 即是這樣說 我個樓實用的不是潛建 足有400呎 但是我前面那裏是加建的 因為我的樓底很高 因為我們所有深水埗 我們所收的那幾條街 全部都是加建的 我加建的 但香港的路實這麼多年都安全 是嗎 應該是很安全的 因為我重新製造過 我92年買回來的時候 我全部製造過了 是落過了碩士的 是很堅固的 很心機去做好它 都是在這裏做生意 在這裏住 是的 一路永逸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第一次收到這個事件局通知 你說它準備在區裏面重建 是準備和你談談一個業權的轉讓 是甚麼時候 我剛好在2006年的時候 即是五年前的事件 事件局說來收地 即是收我們收購 我剛好離開了香港 我去了旅行 所以我不知道 回來後我兒子又告訴我 他說媽媽我們那裏有人來收購 我還以為這樣 我說他來收購 他都要來找我 通過沒有兩場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接觸 後來後來又說不是的 你不跟他接觸 就當你不是在這裏紙 不是在這裏甚麼 後來我就 有這樣的規矩嗎 是的 但那個信是怎樣寫的 譬如他當你不在香港的時候 他交給你有沒有一個文件 有沒有一個信件 沒有沒有 他是來登記的 是來登記 在當日是登記到一個人 才說你在這裏紙 說你作實 說你甚麼 因為我地下做生意 我樓上是我自己的 是來的 是 後來我就打電話 告訴他我去了旅行 是 當時他都不信 不信我就去入境處那裏 拿回我當日來香港的入境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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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充分的理由 當他們探訪的時候 你是不在香港 是 後期他都說我在這裏紙 不過 他出的價錢是怎樣 合不合理 我這麼大的地方 他出五百零八萬給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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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零八萬 是這樣 我初時說 我呢 就是想買回這間店 總不知道你不給 很多涉及的業主 都說是同區 希望有一個同等的空間 繼續去營運 繼續去穩定 是 因為我做生意 本來 我92年 就買回來 一直做生意 做五金生意 因為很幸運 我家裡發生了一些事 我先生過一生 是 後來呢 在2004年 我就剛剛 精神又不好 心都受到 你私人的事 我們不要緊 不要說 我想說 既然他是第一次來的時候 又說你不在那裏 又說你不在那裏住 後來經意證明了 是他們亂說的 好了 然後 接著 發生甚麼事 發生甚麼事 是 譬如說他給你價錢 你當然不滿意 你自己有沒有找測量師去評價 應該值多少錢 再跟他談談 有 有 我找過一個叫王開基 測量師 他就測了給我 加了些少給我 百多萬 都有百多萬 加了給我 百多萬 一百一十幾萬 和你的期望相差很遠 不是期望 我是買不回來 是 我買得回來 我都給了他 後來呢 我不接受 他後來呢 這個價錢都不再給我 是 不再給我 後來 我又找語言 找馮檢基議員 是 找到馮檢基議員 他是幫 他只是值四十萬 後來 基哥說值四十萬 不是 不是這樣說 不是這個問題 即是 基哥和我同事見過說 我五百零八萬 他就給五百四十幾萬 即是爭取和你加多了幾個 加多 所以我說基哥值四十萬 就是這樣 是 是 之後呢 我當然不肯 不肯再和他講 是 那個最後 譬議員和你出面的時候 是幾時候 是幾年前 因為這麼長時間 我都不記得很清楚 養養學 是一年兩年前 還是重要的 應該是一年多兩年前 是 當你不接受之後 市長有做什麼跟進工作 有 有一個叫彭偉德 是 是 是 五百九十幾萬 是 當時我身體又不好 我又病 我差點賣了給他 我以為 他在那個傾談過程中 有沒有給你壓力 你呢 譬如用一些 我會覺得是 是否虛假的 市場的訊息 來說 旁邊又怎樣 或者是誰又怎樣 令你覺得 你已經得到一個很高的價錢 有沒有這樣的 卑鄙手段 這些呢 都有些 都有些少 但是呢 我跟他講假的時間 我們都是很 大家都很客氣 很和平地說 是 你看你 就好像被人欺負到上門 你都好像是很冷靜 很 很 溫文而抑 這麼多 謝謝你 是 其實呢 不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來 都不到你不接受他 這樣說話 這樣做法 其實我有的 我受到 我覺得 剛才我和馮小姐 和陳先生談的時候 我覺得最不妥的就是 我們 香港是用普通法的 我們現在有了我們的小憲法 一國兩制 私產權力 非常之重要 當然 如果是有一個 政府部門 又或者有一個叫做 以為幫我們改善生活環境的 所謂的事件局 去侵犯我們的 個人的權益 私產權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一定不會容忍的 這件事 就是這樣說 我現在鬥爭到今時今日 他就給了 即是連續拖了 有成是 精神時間 有沒有六年那麼久 差不多了 五年多了 精神時間 我自己想去做個事 又不能做 我真的動不得其政 被他困住了 我想做生意又不行 因為我們那裏 已經被他 那些街坊 已經被他收購 即是趕走很多 我整個社區都不同了 是的 他們就出了一份很高的工資 去欺凌一些小業主 你要賺錢 要有這樣的心理的壓力 不如請陳先生 你還中牢草 我還未講完 給陳先生先說 他這樣初初出價四百多萬給我 幾大地方 幾大地方 我覺得樓上樓下是二千呎 二千呎 我是八五年買回來的 那時以前都是破壞 都是做生意 我買回來 那時做五年生意 做九零年 那我就租給別人 這樣租到現在 租到現在 有租客在 那聽說是否說 你又將地方 因為價錢說不定的時候 你都沒有經營 借地方給別人用 這是很離譜的事件 是嗎 是 我聽說是怎樣離奇化呢 因為這樣 我借給姓張 做摘入貨 我就說明你到時就沒有得登記 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說明我已經從手收回來 我加了少許多 以前那個03、04年那時 那些不是租來的 那些是服務費 是呀 服務費 是呀 不要說那些 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沒有說 我收回來 借給姓張 擺東西 擺東西 你拿回鑰匙嗎 我拿回鑰匙 那個姓張 就說他要登記 如果沒有登記 他跟市政局 大家打勞通 這樣就收了我的鑰匙 但這個姓張是你街坊 是嗎 是街坊 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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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色彩 就是了 色彩了 這個姓張 他就交了給他 不知補了多少錢給他 是 把我的鑰匙收了 我以為那個姓張 我說你為甚麼 換了我的鑰匙 我已經換了鑰匙 他說不是 就是這個 市政局 換了你的 收了你的 我便很生氣 我便去 你沒有同意 為甚麼可以收地方 為甚麼可以鎖地方 我又沒有 我是中客 中客和業主分不開 我又沒有 我又沒有跟市政局收過錢 又沒有談過假 你沒有可能收了我的鑰匙 還有開了我的鑰匙 換了鑰匙 換了三個鑰匙 那你沒有報警呢 有 他是闖入你的私人物業 然後還換了你的鑰匙 所以要告他 真的 我說可以過 我打電話上去 這個事件局那裏 我可以告你 我說你 我都沒有收過你的錢 為甚麼鑰匙 我後來就開了 開了他 他便再去報警 說我開了他的監獄 我自己開了 他叫警察 你先告了 他真的 叫警察 叫我去深水埗警察 這個 這個 那需要有擔保嗎 不用 後來不用擔保 那間鑰匙是我的 我都沒有賣 我都沒有收過錢 我有權進去 警方似乎有道理 都懂得甚麼叫條文 甚麼叫保障市民的權益 後來我出來了 不用擔保 說沒事 現在還在鎖匙 現在還在鎖匙 後來又如何涉及到 地政署又出面說 你那裏不值那麼多錢 還要押價 是甚麼 因為他最後來 就付到600多 加上補貼 730多萬 他說你不接受我的收購 現在就交給地政署 地政署的出價是371萬 給我 371萬 市民一鋪都買不到 是吧 是 你700多我都接受不到 你現在給300多 那地政署是甚麼價格 計算是甚麼數據 給你一個這樣的價錢 他說他問法律諮詢的意見 是 就是給你這個價格 是 是 我說你300多萬 我買100多萬 我問陳先生你有沒有好似 你看到找機哥幫忙 40萬都執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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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來 40萬都沒有了 不是 最後就是一齊的 那些是700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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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想回應 剛才你說警方做事都懂得分清紅做白 是嗎 其實我又不太同意 因為當時 六四那晚 如果你有去維園 你便知道他們一塌不同 真的 我想應該是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是 事件局或者是地政總署的權力過大 是 警方即使知道他們做事不依法 不依 沒有理據 他們都不敢去做任何事情 當日他們說陳先生是破壞 說他是刑事毀壞了幾把鎖 所以就因為這個理由而要拘捕陳先生回到店鋪 我真的覺得很可笑 陳先生分圖未收 地契還在自己手上 那些契約在我身上 我想正常 就是 正常的人 林先生如果你回到你家 突然間有一天發覺 所以我覺得 首先如果那位張先生 不知為何 和事件局或者地政署有何勾結 將你原有的鎖換了 他們已經犯了盜竊 你說對 是他們的問題 是他們的問題 怎會是你的問題 已經犯法 我當時跟警方說 警察先生 你如果回到家 突然間發覺 你的鐵閘被人鎖起了 你當然很擔心 不知道發生家裡發生什麼事 你第一時間都會弄壞 所以要入屋 因為那間屋是自己的 陳先生有什麼犯法 我看不到他有不對的地方 但相反地 鐵閘是陳先生用真金白銀買回來的 事件局沒有經過陳先生同意 就去破壞人把鐵閘 鎖爛了這些洞 究竟是誰在犯法呢 但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們說如果是這樣 你要求請陳先生回去協助調查 或者逮捕他 當時引用的詞語 我們同一時間 還要拘捕事件局 也要截止你回來 解釋一下 為何你要美經的業主同意 或者美經的物資同意 那警務人員怎樣回答你呢 其實結果他都沒有回答我們 他說警方做事 我們有我們的方法 我們不會同一時間 找人回來的 我們都會聯絡 陳先生 反正是這樣 我覺得你不如做多一件事 現在有個叫做監警會 不是警監會 叫做監警會 去投訴他 就說這個警務人員 處理失當 他以後都知道 要告他 真的要投訴他 真的 我覺得有點像 好了 我們不要說那件事 說回胡姐你那件事 你的大單邊 13號單位 又遇到什麼遭遇呢 我的單位 就是在2001年 我爸爸就買回來的 他當時一心想著 等我們幾兄弟姊妹 有一個穩定的租金收入 日後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 我想眾所知 其實地鋪應該很值錢 我剛才也有些街坊 已經說了 就是我的店鋪 一年是收淨租是70萬的 去到今年 我們突然收到地政總署 他就說 他就說 他要把土地復歸 就說遲些會給你賠償 但是 即是2月19日會復歸 接著他就出信通知 我們說 這個月的29日還是上月的29日 是2011年2月19日 就會復歸回政府 他就說 自此之後 你就不可以收租 亦都不可以用任何方法 從這間店鋪裡 去拿到任何的金錢 利益 我當時就說 你搶 是啊 林山 我整家是靠租金收入來開飯 生活都是靠租金 你想想 其實那裏不少錢 差不多六萬元一個月 是一個很可觀的收入 我本來現在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突然間 我錢又未收 他就說 你不可以再享有這個 不可以作為業主 他就繼續收租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事件局認爲 我們每一個人 地政總署認爲 我們每一個人 一定會儲起一些錢 一定要有飯開呢 這個做法很不合理 我沒有飯開 那怎麼辦 我要等你賠償 你要賠償 還要是一個月後 才出一個提供給我們賠償 你又來這麼快嗎 你看 你隔壁那兩位的街坊 那個苦處 又不是 他確實是三月份的時候 就給了提供給我們 他當時結果 就說 我的店鋪是值三百多萬 我看到我也很震驚 你們會不會出錯價錢 是否前面漏了一個一 我想不只漏了一個一 因為我的店鋪 其實是地鋪 前面漏了一千三百萬 林先生 其實可能你不太知道 現在地鋪 很貴 幾千萬一價錢 三千萬一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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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我是收七十萬一年 你都知道 現在一個地鋪 成多少年的入息 成約一年的入息 我告訴你 我未收到的租金 我仍然有約 那裏仍然有三百多萬 也有二百多萬租 我可以收緊 如果政府不來收我 強搶我的土地的時候 我未來也有兩百多萬的租金 即兩百萬租金 現在你突然說 來收我的地 我已經有明顯的租金損失了 我不知道 試過這麼多錢 或者這麼重要的事情 有沒有律師呢 有專業律師 譬如那些 測量師 去和你們去計算 因為我聽見 就像我以前一向都說 有 你們作為業主受影 都可以請你們的測量師 去估計物業的價值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計法 大家就可以去談 但這也是後話 我想仍然說回 我對地政總署的不滿 當時我說 為何你給我三百多萬 他的答覆給我 就是我問律師意見 那我問律師 關律師甚麼事 律師是不會懂得估值 估值是應該是警察師的 那我為何會跟律師 你有沒有告訴他們 如果要作準 就是看你交多少差響 差響是反映出 你那個樓房的租值 那是一個指標 差響是其中部份 但是 總之他就說 你是值那麼多錢 總之那個數目就對了 他這樣回覆我 那他告訴我 他姑娘的甚麼名字 陸永豪 陸永豪 甚麼職級 他其實出信 他就說 他是總測業 總測業 測量師 有沒有當年跟你們說過這件事 正常你告訴我 你的評估出來是三百多萬 我當然是說 我覺得你會不會計錯數 麻煩你 我想你提供你的測量報告給我 這是很合情合理的 因為我要知道 陸永豪先生 現在業主委會提出挑戰 你一定是從屬於某個專業的團體 說不定一天 你需要時難的業主 或者不在床的業主 就去你的專業委會 投訴你 我想都十分需要 因為這位陸永豪 如果你這樣胡亂 去幫政府 或者幫一些不知甚麼的人 去欺負小市民 你今晚睡不覺得最後請問你 簡直名窮 這位陸永豪其實都有很多 謊話連篇 繼續說 既然是這樣 我要求你給測量報告給我看 這位陸永豪就跟我說 他說 根據現行的機制和法例 是不會給測量報告業主 是不能給的 我說OK 沒問題 既然你跟我說 法例不行 機制不行 我請你把那條法例 第幾張第幾節印印給我看 那你就 書面回覆我 哪條法例說不能給我看 我因為我是最重要的 下次再去網路通電話 就是 甚麼都說去問律師 為甚麼這件事 你說那個報告 能否交給業主 你看見一個律師 真是 是 不過陸先生很有趣 他回覆一回覆 仍然跟我說 根據現行的機制 是不可以給我的 但實際上是沒有辦法 提供到哪一章 哪一節 哪條法例 是不可以把測量報告 評估報告給我 我覺得作為一個政府官員 他這樣說 他的回覆是完全不準不實 或者是 我們再說一次 這個無量的官員 叫陸永浩 我告訴你 今天很多人在看TV 說不定 今晚就有人 人肉搜尋你 看看你有甚麼物業 有一天 如果你遇到同業的租業 你會怎樣 此外也要提到 就是 當時 他就說 我不可以有租金收入 於是 他就叫那些租客 在未完約之前 他們已經叫租客 千萬不要交租給業主 你要扣護按金 但其實這件事是不合法的 人人都知道 按金是不可以抵償租金的 為甚麼作為政府官員 他可以這樣慫恿租客 不去交租給我呢 即是說 其實在土地 又多我還叫做教唆 是的 在土地沒法規而先 他就已經教唆租客 不要交租給我 我想問一下 官員是否真的可以無法無天 然後再說 這位官員 我曾經跟他說 有些租客就說 他就說 地政總署的人叫我 不可以把鑰匙交給你 我們要把鑰匙交給 地政總署 於是我就打電話 去地政總署問 我說為甚麼 你們這樣做事 這麼無法無天 那個鑰匙是我的 那個鑰匙在我的 馮小姐陳先生 李坦我想問 為甚麼你忍了這麼多年 才能忍得 其實地政總署 曾經說過 曾經說過 每一個地方的專員 就是等於小特首 有沒有去到民政專員 去投訴過這件事 即是接到封算 差點瘋了 差點 突然間 那間鑰匙低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驚嘩 我想說 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恐怖的事 為甚麼我們作為業主 用真金白人買個物業回來 是應該得到資產權的保障 為甚麼到今時今日 似乎現在地政總署所作的行為 是挑戰過去的基本法 賦予我們的權利 就是有資產權 包括我們作為業主 陳先生入自己的店舖 要被拉被鎖 好像我作為業主 我原來應該有遭收 而沒有遭收 我們分圖未收 政府就已經封我們的店舖 為甚麼我要勝利 因為你不是大的地產商 原來是這樣 如果地產商這樣做 他就一定不敢 為甚麼你都未曾 你說要根據甚麼條例去拿你的店舖 不要緊 你未開始之前 之前的那個物業的鎖入息 都是你的 是的 他怎可以叫人家不交給你 我都不明白 他不是跟你說機制 凡是一個機制 就已經是 不是 就算我做信民 我都跟你說 如果你說某時候 之後是你去復歸 是你的了 之前都是我的 那你怎可以 在未曾交收這個手續之前 或者未得業同意之前 你已經是強搶別人的應有的錢 所以我不是說 市區重建就是我們業主的大噩夢 你一覺睡醒之後 你發覺你是沒有租收 沒有物業 所以業權沒有殺 但還分分鐘要野官非被人抓到警察局 我想問一下 究竟天理或者法理何在 但是你看到 在電視上我們看到 那時的主席 張主席出來 好像一個救世主 我們就給你多少錢的錢 我們虧本都不怕去改建地區的發展 是令到大家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我想張先生是很喜歡說謊 他好像早前收購這個土瓜環的時候 他就說樓上的業主很好 我會用七年樓齡大營屋園所設施 去給一些舊居民 所以他們應該得到生活得到改善 我想下一部分 樓上的業主就告訴他們幾差 是有沒有得到七年的樓齡或者 Cup House的設施 好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換幾位樓上的庫主業主 和大家說一下他們的租業是怎樣 歡迎大家收睇我們熱浪逼人 越傾越慶 雖然我們這個直播室都有冷氣 不過我們不相信香港法治的社會 居然遇到一些離奇的事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我隔離一位杜先生 一位何先生 隔離是劉小姐 我們節省一點時間 不要說過程 是 可否來縮下苦師的道德 都是有點苦的 當你希望在晚年的期間 在香港安居樂業的時候 就突然間發生一些重建 本來重建我們不太理解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但是經過他們和他們的交往 這三年的過程裏 我們發現有很多事情不是真實 例如張先生說得那麼美好 即是發現這些所謂重建的策略 完全是尋找指紋笨的 可以這樣說 他經常都說 怎樣活化 怎樣改善環境 怎樣來到我們地方人住得舒服 全部都不是的 可以說全部都不是的 重建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整個城市的規劃 就不是說看到唐樓只有幾層 就走過來敲 然後就告訴他們 那裡會起幾十層 我們現在普遍看到 這些銷售面積 每一呎 市區來說 是萬多元一呎 所以這與活化或規劃 其實是不相關的 其實 那你那個單位 他現在給你的是元支有多少錢 是嗎 可以這樣說 以今日的價錢計 是只有四成多些 四成多些 是 那他又經常都說 又說 無論是收了舊樓之後 希望你在鄰近的地方 就可以買回幾多年的樓 是否這樣價錢來計算 他這樣說就是 但是事實 要看事實是否這樣才重要 我覺得 由於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樓價不斷飄升 你多一個月 多兩個月又差了些 那麼多年以來 如果他不去處理 現在用暗結來去酷 令市場又沒有那麼熱 他們希望是 希望降溫 他們希望是 這個降溫的方法 我不覺得是真的降到溫 因為你賣地的價錢 已經在某一個數目裏面 買了這些地的發展的人士 他不會做蝕本生意 剛才我們聽見 三位的業主 地鋪的業主 說到 在價錢的協商方面 相差天和地 例如你們現在的處境是怎樣 去到什麼階段 你一定是跟事件 都說不定數 是嗎 說是 一定是說不定的 如果說得定 我都賣了給他 或者已經是解決了問題 是 就是因為他都不願意跟你說 他根本都覺得 都不需要跟你說 那樣東西的問題 即是覺得法例在他手上 就可以這樣去欺凌這些業主 我覺得他 認為他做的事情是很對的 即是你 蝕底 或者你買不回來 或者是你個人的事 即是他博利沒有錢 亦都不願意 跟他打官司 是嗎 應該基本上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是這麼離譜的 何先生你的情況是怎樣 我的情況 我的情況 跟杜先生都差不多 他賠償給我們的錢 他是用深水埗區的牙籤樓 來評估我們的樓 然後來賠償給我們 是絕對不合理的 因為 即是用蘋果和產品 對 因為他要拆我們 是拆我們四百多個單位 但是 那個牙籤樓 實際上只有二十多層 你叫我們四百多戶 怎樣會要那個牙籤樓 但是他旁邊有些是七年樓零的 他就不用了 因為他覺得他吃虧了 所以他就用了那些牙籤樓 即是九年多前的 然後就盡量加少少給你 他就覺得很合理 但是他這樣是騙人 誤導人 其實他就真的不是賠七年樓給我們 還有一件事 我們就交一間屋給他 我們是自己住的 他就總是說我們 左扣又扣 總部署就 就扣到我們 但是自住 為什麼可以扣你呢 其實他們的辦法 因為他們一個收購的時間 長達六年 你試問香港有什麼租客 可以跟你住這麼久呢 但是我亦都 如果租客不住 那我是不是把這間屋 要來做什麼呢 當然是要來自己住的 對不對 但是這樣他們的事件局就是 誤導所有的市民 就說賠償給我們七年的樓 實際上 他是扣了我們的錢 他每次 就訪問一個 我自己在這裡住的什麼什麼 然後 他誤導了市民 各個市民都以為他們真的賠償七年的樓給我們 其實他是做不到的 他每次買 他 張震遠很懂得說謊 他每次都說虧本 但是他去年賺幾十億 事件局 因為他 譬如他用十億買回來 買了我們的地盤 他就用三十億去賣給發展商 發展商 起碼都要賺錢的 那就將我們的舊區拆散了 然後 建了一些 一萬多元一呎的住宅 一萬多元一呎的住宅 給我們 我們哪裏買得起 他賠就賠幾千元 我那裏 就我女兒一直在這裡住 她就說 我當時不能登記 2006年2月17日登記 她就說我們空置 空置呢 我有水費單 電話單交出來 他就說 水費單 電話單 你可以當不是你的 當是租出去的 其實我沒有租客 他就說 那也算離譜 一會又說你空置 一會又說你租給別人 那你租給別人就不是空置 這就是自想矛盾 然後他就叫我去銀行的單 我七、七、四銀行的單 最後他就叫我去申訴委員會 去到福利委員會 他就說 他就說 如果你當時 你沒有登記不到 就當你是七租 一時又說七租 一時又說空置 一時七租 我交了證據給他 他就說 一日你當時 現在證據不足 你當時 你當時沒有登記 就是 當時你沒有登記到 就是七租 那你有否證據 好像李太那樣證明 我曾經離開過香港 有沒有證據 我錢沒有 但他說 總之你當日登記不到 就是坐實的 你不要叫我在銀行 還要寫一封相 證明我何時可以 我通能跌跌 這位官員 他不是做馬會 否則真是慘 你中了四千萬 他告訴你 我中獎那天 開了你不來拿 沒有了 真的 我以為我很低 對面是廣安侯庭 廣安侯庭 廣安侯庭是對著殯儀館 剛剛是七年樓來的 我就要回廣安侯庭 同樣的單位 你就換我算 我不是要求 我不是要你多少 因為我那樓 實用面是734尺 我要回廣安侯庭 對著殯儀館 我不是要求猴宅 和他最接近的 但他不是偏偏 他不是用這些 他是用那個 青形牙眼 九年半的 作為一個 牙籤樓 即是牙籤樓 三百多尺 用那些樓來計算 計算了 計算了我們六千七元一尺 是 但他賠給我們 也不是這個價 我們賠給我們 也不是六千多元一尺 六千多元 還要減三分一 三四千元一尺 他有沒有解釋減什麼 減什麼 即是說我沒有在這裏 是我七租的 是我空置的 就是這樣 就是要減回這些 但我始終都是不明白的 如果是有租客的 那他可能有什麼錢 要賠給租客 可能會 但也不認識他 我完全沒有租客 但我女兒在這裏 最後事件 避正前 最後一個刊件 就是11月19日 再一次登記 我女兒是當時登記 那他刊封是怎樣的 他說 佔有人 即是我的女兒 佔用人 就要賠六萬元 佔用人 佔用人 即是我的女兒 即是我的女兒 所謂佔用人 我其實是直屬 我女兒 即是我的女兒 業子是我的老公 他用佔用這個 佔用人 我女兒 是享用我自己 是他所謂佔用人 是他所謂佔用人 他就說 只要你簽這份 就有六萬元 給你的 但現前沒有影響 你賠上那個錢 這塊錢 就是賠給你 兩個女兒 另外一塊錢 是賠給業子 現前沒有影響 你簽了多少錢 有六萬元收 業主就是你 業主就是我老公 他就說 陪了我 當時 我和我女兒在這裏住 因為我和我先生感情不太好 我和我女兒在深深保持 我先生另外有家 他就說 我就是佔用人 只要我簽了這份 就有六萬元收 就不加你先生的事 即是在這裏騙我們 我當然不肯 明明那層樓是直屬 我甚麼叫佔用人 之後 我女兒在這裏住 他就說 江太 其實你繼續在這裏住 你不擔心女兒有危險嗎 我說你講甚麼話 甚麼意思 我女兒一直在這裏長大 都沒有危險 你突然間市政局 收樓 我就有危險 很正義立面 他就說有些社工 去跟你們拜訪 他就直接跟我說 他就說 社工就是用這些答案 他就說她有危險 因為我女兒在這裏住 他就說你女兒二十歲了 一個女兒在這裏住 那是否是市議局 這是地政次 是11月19日跟我說的 地政次 如果你說是市議局的社工這樣說 他分了一個釘牌 不是 他就說我當你是柳友這樣說 我告訴你 現在周圍有這麼多白粉油 到時有甚麼事 你都不想 我說我女兒在這裏長大 都沒有事發生 為甚麼現在市議局收樓 我就會有事發生 如果我女兒有甚麼事 我就唯一找到市議局 那他就說 我們不是市議局 我們是地政次 當朋友那樣談 我和你說 不久一個月後 然後剪了我的天線 嚇到我女兒很害怕 然後來 大約今天三月左右 二月左右 他就報警 我和我家 時光倒流 我和我家一開 小時候我知道 療仔部是很兇的 原來現在地政處 更狼的 那是療仔部 到兩點鐘按鐘 說裡面就開到 那我女兒在這裏 我剛剛就沒有在這裏 嚇到我女兒就驚到 試一試 他可以做到這樣 即是他報警 就說有人開到 是的 那又如何來查 夜晚深夜兩點 即是這樣的搞法 一時就剪天線 一時就剪電腦 即是搞到我 現在我真的很辛苦 我治 又怕他隨時搞那麼多事情 但我不治 我又去哪裏治 其實我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都不知道 去哪裏伸煙 是很痛苦 其實我們的業主要求很低 是要求很低 他給回同區的七年樓 我把我層樓換了給他 我們已經很滿意 但是他說就是這樣說 做就不是這樣做 他現在還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他說你們想發展的時候 你還要找他 他幫你 幫你自己重建 是的 你不要找他 會不會 他最後呢 他都是說 他是會看看 當時你們的 裡面的情形 譬如你多人租了出去 他才會做 因為他可以左扣右扣 然後肥了他自己 事件局的袋 是 是 那你發明七年 為何你用九年半 是嗎 他地政署也曾經走來跟我們登記 問我們 究竟你的房子是怎樣的 我說我的房子 我們的業主正在住 登記完之後 他又說 他又寫完封上來 你不是啊 你有租客 我根本都沒有租客 就是希望我們就範 但是我們就 但是如果有租客 他要賠給那些 沒有在 那他玩什麼把戲呢 真是 那是女子都叫做租佔用人 你可想怎樣解釋 這個租佔用人 其實他的把戲很簡單 他扣 就扣我們三分一錢 是 他賠給那些租客 是 就不會把那三分一錢 是賠給租客的 是 只不過是把很少部分 賠給那些租客 其餘就放進他們的袋 是 是 這個不公道 這個真的 我不明白 我們香港沒有規定 業主不可以租地方給別人 所以 租金是自己 我們這個物業 是一個投資的工具 為什麼他可以 因為有租客 他會賠少一點 我都不明白 如果是這樣 我們立法會議員都不知道 是不是盯上眼份 我們的議員就立了一些惡法 來對付我們的小業主 還有 如果你扣回那三分一的錢 來給租客 我身份名底 是的 但不是 他租客 直至現在的租客 最多賠償都是三萬元 最多最多 有些甚至幾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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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七萬 有些七萬 但七萬都沒有三分一高 那 你扣扣我成三分一 那些錢你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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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用了我們的刷糧師 是 做了一份報告 我們準備交給他 是 他們的刷糧師 就評估我們的樓 是六千七元一尺 是 我們現在的刷糧師 做了 就是用七年的樓 評估 就是八千九元一尺 八千九六八 因為他們的刷糧師 就用牙籤樓 所以評估 所以我們 他們的評估就是六千七元一尺 是 所以 三千 六千七元一尺 是 他們給了我們的 他們的評估 所以我們自己的刷糧師 是八千九元一尺 所以差得那麼遠 你想想他們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來騙我們 我們都不明白 香港都沒有法例 沒有了 那好吧 唯有真的 不要怕曾任權話 為什麼有些人 臨到大的項目時候 去司法覆核 這些就是法庭解決 真的要 沒有 他就欺負我們的小市民 沒有錢 他用公家的錢 跟我們打官司 我們不會夠他們打的 他輸了他也沒有問題 我們輸了很大問題 就是傾家蕩產 我們也沒有資金跟他們玩 用一件事來嚇我們 我想一件事就是 公道自若人心 如果我們害怕 我相信幾天 今天不會見記 也不會上來這個節目 一定要把真相講明白 一定要讓人知道 原來我們的地政署官員 是這樣去對待我們的小市民 我們的真相就是 最近我們的渣靈師 又黑又哄 已經做出來了 是 他們真的騙了我們的 尺數 騙得很厲害 那現在你還有多長時間 去跟他們處理這些問題呢 電影廁所收了 我們是2月19日後 已經正式死亡 收了 那你們有沒有地方住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還在這裡住 尤其是我自己 你這樣 那女兒 他三個半夜又要敲門 但是我們有很多業主 還在這裡住 沒有在這裡住 是 沒有得住那些去 彼賓府紮營 地方不錯 遲些會 就算自己擔驚受怕 一會就剪線 一會就剪線 不要怕 彼賓府住 保安很好 一定有人特別照顧你們 真的 杜先生 你真是最好火氣 我已經習慣了 因為都是跟他們的官員 你真是白癮成金 如果全香港的居民 可以遇到這樣的遭遇 都會自我 因為跟他們的官員 說話 跟市長說話 跟對著鳳牆說話 都沒有什麼分別 你見到林瑞 你就知道 人欲錄音機 我都知道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我的性格 是 我們上去 慢慢說也好 罵也好 什麼都好 你發現是對著牆說話 沒有什麼反應 你覺得今天見到記者 明天會見報會怎樣 今班電視出不出呢 除了我們這個 RTV現場直播 我們都要告訴市民 有些市民 可能他們不太明白 那種真相 我們真的很想讓更多人知道 政府一定會在你 每樣的投資寫著 貪字 當然是想不可以 他除了這個方法 有辦法 他可能是和你計算的 可能是實用面積計算的 每一尺是怎樣計算的 是的 實用面積 我們建築面積是一千零五十尺 但是他們 又加了這一半 他們猜我們只有五十五百尺 是 遞正次最後計算的 是少百多尺 是 我的資深令是七百三十四尺 但是遞正次計算的 就是計算位 六百一十尺 是 即是騙了我一百三十多尺 是 我說為什麼要這樣 那個尺尺 他說刺頭不算 只是計算數尺位來計算 是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賠償這件是驗用人的 我遞正次計算是驗用人的 當然不是 買樓都是連外牆都讀了 是 牆都買了 是 數尺位 沒有尺位就不能計算 是 即是不用像頭來起 只是數尺位 真的 這樣就少了我百多年 現在這樣說 我越來越生氣 就是不單是生氣你剛才所說的 市建局和地政處 隨時一波 我們那些立法會員去哪裡 你們吃什麼飯 靠你們立法 靠你們照顧小市民 你們要做什麼 他根本就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有可能 馮檢基那些很好的形象 在地區工作 他們沒有來聆聽你們的苦衷嗎 有的 有聽的 聽了之後 他發現立法是沒有改的 我覺得立法有個立法原意 立法原意到底是什麼 我想立法會議員要回答這個問題 除了政府要回答 第二件事 任何法例都好 你行使這個法例 到底這個法例裡面 有沒有包含一些人性 人情味或者人格 基本法29條 他都做不到 法律的精神是要照顧小市民 等於說 不准隨街去賣唱 我們這位法律師和我們做節目 法律師多些 他就代表那位先生去打官司 贏了 不可以純粹是政府理解的法例是怎樣的 法例應該去到法庭那裡 是讓控辯商去討論 以及在陽光之下 讓人看到法例應該怎樣執行 有人情 是講道理 就不是說 他說這樣理解就是 他的說話不能當是聖旨 但他說扭換扭也是假的 要我們補差額 什麼叫扭換扭 你不用補差額 一尺換一尺 什麼叫扭換扭 他不是 06年訂的價 譬如說200萬 到2013年的價錢 可能到了600萬 我們就要補分釋放給他 那我跟劉花有什麼分別呢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是很混亂 很有壓力 不過大都要靠你 沒有問題 冷靜一點 把杜先生可不可以 把所有你們的業主 遭遇的事情 數出來 是十大罪狀 還是十二大罪狀 這樣逐行做去數它 好 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今天聽到很勞氣 但是問題 冷靜下來 還是要講道理 但是一定要講出 究竟這個是事件局 聯同地政處 如何欺凌一些業主 辛辛苦苦 存錢 我們要揭露他們的 有一個住的地方 也好 我們是要揭露他們的手段 手法 其實是不見得光的 不單止是有沒有人情味的問題 其實是很黑箱 很卑鄙 很卑鄙 可以這樣說 我以前以為 看到這些 趕小販的小販管理 才會這麼嚇人 不是 他現在說 他現在說 只要多一個請 就告訴你 裡面有人事 即是佔用人 只要你佔用人 簽了名 就要有七租 有機會扣你三萬一錢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一直叫你簽 簽了 簽了六萬元 現在好像我們女人 是不懂這些 可能簽了六萬元 這樣便會簽了 如果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有機會 看過這個節目的聽眾 無論什麼年紀都好 記得 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記得買支錄音筆 記得錄音筆 記得錄音 還有立戀 今天等於很多法律師 跟我們說 有什麼事 執法人來的時候 我便保持針密 我不回答你 我先跟律師談我 才回答你 有這樣才能保障到 我們自己的一個權益 我們有些業者簽了 因為不知道 他們的市建局 立了很多惡法 來對付我們 是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受 什麼都說機制 我們又不懂 市建局那些就不是法例 那些可能是內部指引也好 規矩也好 只有立法會才可以立法 所以如果是有惡法的 就一定要批評 政府為什麼寫一條這麼愚蠢的條例 然後為什麼立法會 就只是做橡皮圖 去舉手通過這些條例 所以一定要 你登記了選民嗎 登記了 一人一票 一定要選一個 我們認為 我們市民服務的議員 將來要選特首 真的 唯有這樣 沒錯 沒錯 現在怎樣做 現在怎樣做 你繼續住下去 住到什麼時候 住到他抬我們走為止 抬你為止 是的 那不是怎樣 屋又買不回來 一般都買不到 我們只是要求他 我們只是要求他 換回七年樓給我 他們都覺得這麼辛苦 沒有了 我唯有讓他抬我們走 沒有理由不斷走 逝使掙扎 逝使都要保護街營 我們不會走的 聽來好像 鄉議會 鄉議局裏面那些鄉新都這樣說 我們沒有他們這樣說 我們沒有他們這樣說 我拆我的次見物 我還要抱著四天氣一起死 我們有這樣的氣勢 我們不用被人欺負 是 因為他們有劉王法 跟他們出頭 是呀 你們有嗎 沒有 不是只要等他抬我們 我們唯有是這樣 我們只是檢算 我們又不走 整水渠 爆了 那些坑渠 現在凝死 又不走 半夜敲門 又說 有賭 我們又不走 早下又下 我們都不會走 尤其你這樣說 我突然覺得 好像是那些 惡意去收樓的奸商 才這樣做 政府也這樣做 我跟他說 他就說 我們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是政府 我怎會這樣做 他說 你不收樓之前 我們沒有事發生 現在這麼危險 那你就簽了一支賣 就算了 安全第一 江太 他就這樣跟我說 我朋友才跟你說 大家朋友才跟你說 否則有什麼危險 就不想 女兒才是財富 那些不是財富 他就是這樣說 董先生 記住冷靜 你來做個總結 究竟你們會怎樣 跟兄弟姊妹 怎樣去爭取權益 我覺得全香港市民 要在這方面 作出多些知情 又不是說 都未收到我這裏 我這層樓都未能有機會收 不要管 如果有這個想法 政府會看穿這個弱點 就會變成本家例 會欺壓市民得更加有力 同時 議員們真是去理解 去聽聽市民的訴求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人 都是屬於善類 是很容易 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一點都不複雜 但他們連這些都不做 除了見了地區的 馮檢基議員之外 有沒有去立法會 見過議員 都見過下一部分 見過很多次 我們資深平台 差不多每一層都有去 去立法局都起了很多次 但見過劉秀成州 什麼都沒有用 什麼都做了 最終都是這樣 最討厭就是土修 地坡就鎖 我們樓上有人自鎖 我們不能鎖 唯有搞破壞 轉線 整亨蓋 唯一是這樣 報警有人在裏面 三間隔夜敲門 嚇死你 等你快快走 就是這樣 他們做不到什麼樣子 因為有人在裏面 我越說越害怕 突然間有人 以為我們回到五六十年代 香港是 這是貪腐很糊塗的一個城市 以及 是不是我們回到內地的 是地方政府 惡勢力 是霸道的一個小城市 不是 我們是 我們是太多匯 我們鄰近的深圳 政府 都是一尺換一尺 好過我們香港很多 大陸很好的 那個叫做搬遷搞不定 什麼項目都行不通 不是 所以我們特區政府 曾蔭權 你今天看到港澳辦的主任 你想想你為香港做什麼事 做些好事 麻煩你 但私人發展出香港 例如黎星樓 人家一層賠一層 每一會有百二萬個花紅分 還有一個車位 為什麼人家私人做 政府做不到呢 所以現在他們說 如果我作陷斜 當他們真的有良好意願 將來如果有些業主 是真的齊心 想自己去改善那個住環境 才會幫他們 他們能夠分享到 將來那個樓房興建之後 那個價值他們能夠分享到 我們今天真的 對剛才三位店舖的業主 和三位樓上住客的業主 除了我說要爭取權益之外 當然我覺得是冷靜的 但我覺得 如果你不讓一些激情出來 其他市民是感受不到你們的苦惱 和那些壓力 我們也同時做過不少激情動作 他們都不相信 他們以為我們貪錢 以為我們貪得無欠 其實我們只是要求一間屋 是七年樓來你要合化 你說七年樓來 我就要回港澳後庭 到達殯儀館 我不是要求什麼後庭 你換回港澳後庭就算了 我只是要求這麼低 好 我們留意這件事發生 真是怎樣 我覺得最重要也是 政府 麻煩你 地政署的官員 記得 秉公辦理 你就不要去欺凌別人 就不要亂用你的方法 去理解條文 和立法會議員 拿個良心出來做事 好 今天到此為止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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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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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